所以他就一直寫五封 一封十頁 然後就像你說他寫的這個家屬 他寫的很少的字 很少的字有時候在我們看個案的時候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真的是寫不出來 五尉雜誠寫不出來 但是他最重要就是像瑞德說的 他就說我要出來幫你們休息 你們就要給我10天出來 你如果沒法出來你們就看著辦 這個我就想說他的個性 他就是他的個性在這個地方 很顯然的就是他不是一個那麼能夠妥協 也不是那個可以自行的人 也就是說我求生意願很堅定 就說我要抬你的時候 我已經決定要抬你的時候 我就是不後悔了 而且我的手段很殘忍 我要求生的時候 我寧可低頭跟所有的好話跟法官說盡了 可是對你們這兩老 就是你們欠我 你們怕欠我 現在行我 所以我的態勢剛好而已 你如果幫我幫助我出來 我就給你休息 不然你就看著辦 所以對我的話說 當然我也是猜的 因為我不是當事人 可是我是覺得說 我要補充的這一點也就是說 剛剛那個賴律師說 當人性還有一點可以讓我們尊重它 那個悔改的時候 那麼法官做這樣的判斷的話 情緒可憐的時候 但是對受害者的家屬來說 是永遠怎麼樣都不能謎 可是我覺得他裡面還是有破綻 對啦 破綻等一下好不好 來 休息一下 來 先休息一下 因為法官不必當神 他當裁判的 對啊 其實不在判誰生誰是誰是誰 新聞 畫畫畫 來 美人聽他被包起來 對 剛剛那個 那個有製說有破綻嘛 因為我覺得弘一哥形容得很好啊 其實這就是一個裁判嘛 既然裁判其實我們要看的 也不是你要倒帶什麼 其實就看破綻 因為大家不是現在是 NBA裁判其實也在抓假摔 對 對 那我們只是在看他有沒有假摔而已 其實在整篇裡面 我覺得他破綻其實很多 而且很清楚 譬如說 我覺得像瑞德哥跟他念的其中一段 昨天報紙我們也看了 其實我光看那段 我就覺得你根本就是在唬人 譬如說 我出來一定 好好的賺錢來扶養你 你們兩位老人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也許用另外一個角度 為什麼 因為他是來自左岸 左岸人對很多事情的思考 用錢來判斷 對 就是用這樣的判斷 你知道嗎 他跟我們的文化還是不太一樣的 我說他說謊的原因是因為 不用他出來 他在刑法上已經殺了一個人了 他如果在附帶告民事賠償 他本來就要賠償這個錢 法官的判斷 就是說不完全是靠自白 不一定啦 就剛才我講 靠悔過書 不是自白 靠悔過書 因為不完全這樣 要不然的話 謝一涵的悔過書也寫得很好 也寫得溫情不厚 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我有 剛好有認識這個律師 我知道 律師 他說他職業那麼多年來 真的也沒看過這麼狡猾 冷靜的這個殺手 加害者 對 那個家屬真的沒有感覺到 他任何的那種 愜意跟回憶 你們知道一個現象嗎 最近這些年來 不是很多的法官不判死刑 集中在高等法院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高等法院的法官 如果判了死刑 送最高 最高如果不撥回 就決定定院就槍斃了 很多的法官不要在我自己手上 抹火 你知道嗎 他自己本身會覺得說 我心裡面加一條 我要一個人的命 不管他該不該死 有 很多法官會這樣子 為什麼這樣講 法官必須先弄清楚 那為什麼是高等法院 因為高等法院都是從地方法院 曾經百戰十幾年升上來的 然後他有很豐富的閱歷了 但是有時候年紀大了 年紀大難免有慈眉善目的心 然後還有就是說 高等法院的法官一定要弄清楚 自己的一件事情 莫忘初衷當法官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本身 當好法官的角色就好 我舉一個人的例子就好了 我舉一個人的例子好了 我們台灣執行啊 槍決死刑犯最多的一個 執行科的檢察官 叫做陳錐 你知道嗎 陳錐曾經有記者去問他 你一次看 因為他都要轉我批才能夠槍決啊 就好像以前的那個父母官 箭頭下去就 筷子手就砍頭一樣 記者就問他說 你執行槍決了這麼多人 你會不會良心不安啊 會不會晚上不好睡覺啊 會不會害怕啊 會不會怎麼樣 他說不會 因為這些人都是經過我國法律 而且每個卷宗全部都看過 屬於罪無可涉之人 我沒有判錯 所以我完全不會良心有問題 但是有些案子 另外台灣有沒有槍下留人 刀下留人 有 有一位女檢察官 他是執行科女檢察官 因為我們要執行槍決一定要驗名正身 然後他還要問他一件事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就是你有什麼話要說 結果那個要執行槍決的那個嫌犯說 冤枉 我死都不瞑目 我冤枉 我不應該罪不及死的 你知道嗎 然後是在什麼什麼不及死 結果那個只是一般的檢察官就說 好啦好啦 這樣你都陣情都講過了對不對 這個檢察官 女檢察官 他就把他的卷宗 從頭到尾再看一遍 真的讓他看出其中 有一部分是有問題的 暫停執行 然後他就這部分重新 你知道到後來 他判無期徒刑耶 他本來要槍殺了 槍決了 他因為這個東西 所以判無期徒刑 所以現在 正在正在非常上述的 有一個很有名的 1311KTV殺人事件 一定要好好審 這個案子 包括我 謝松山我們這些人 都認為裡面是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 就不能貿然把他執行 槍決 執行死刑 因為死刑是不可逆的 我覺得 我覺得所有的人 應該都有人性的弱點 包括我們在內 也不能苛責法官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是法官 我看到那五封文情並茂的自白書 我不相信法官 沒有感覺 就覺得他還蠻可逆的 天秤會稍微偏一點點 是不是 他沒有看到他 一定會啦 他墮那一個屍體的畫面 可是他有看到他的信啊 對 如果他講到育中性 我覺得要怪的人 還要怪一個什麼 就是律師 對不起 我不是那個故意 但是因為我們社會新聞 看到很多的信 郁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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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Google郁中信 至少也上百條新聞 我看到現在 前面還有點用 我跟你講 這幾年其實完全沒有用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郁中信 幾乎百分之九十 都不會是犯案那個人寫的 我應該這麼講 其實邦玉應該知道 很多都是律師寫的 這東西法官難道會不知道嗎 一定知道 一定知道 看廖國豪 這個意思是說 那個寫好 讓你騰上去 超可以 就叫廖國豪 廖國豪他不是也寫了一 哇 那個連我們文字工作者 記者都寫不出來的信 廖國豪的在寫 對啊 他寫得真好耶 我說實在 如果有人去看 他說這場宿醉似乎真的睡了太久 代價也極度的大 淋雨之盡已經讓我大徹大悟 是我太不會珍惜我所擁有的一切 天真的以為我做的壞事才是對的 少了親情甜蜜束縛羈絆 逐步墜入地獄的深淵 原來我的價值觀偏差 找失衡在天平的另一端 哇 哇 所以因為寫得太好 寫得太好 所以判三十年 你如果是記者 我想我們也不見得寫出這個文字 我跟妳講 但是他的字跡真的很好 對 一筆一畫的刻 真的寫得很好 國中沒有畢業了 文筆太好了 就像當初我看到陳慶欣的字 我也下一條 沒錯 他的字寫得也真好 他的字寫得多娟秀啊 一個他只有國中異業的人 我待會不是說你沒有特色 你就沒有這種文筆 也許有人他真的很靜淫在文字裡面 他有可能 但是他的意境未免太高了 你知道嗎 他裡面還有形容說 我要去殺人的時候 就感受到 我那時候好像在喝醉 喝酒一樣 忙忙的不知道 類似這樣 忙忙的不知道 但我把那個 譬如說什麼兵器 武器往他身上招呼之後 我突然麻了 然後後來他就接說 原來他就這場宿醉 因為他不是說像喝酒的一樣嗎 這場宿醉似乎真的睡了太久 代價也極度的高 你看這種意境 我跟你講如果電視器裡面沒有作家 因為我們學家 你可以從喝酒 一路轉到殺人 然後一路轉到宿醉睡 這感覺是比較九把刀 對 九把刀 應該是十把刀 所以我說 而且裡面律師自己也承認 這是他看過 而且有幾個錯字 然後幫他修改 那德哥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 什麼幫他修改 就是騰上去 你看看是要被扣破啊 30年了 30年了 他是在少年法庭嗎 他之前那個未成年犯的罪 這種悔過書 那他剛才有字說的 都是律師給你寫的 對 而且他知道說有一個雜誌 而且他看官都知道 對 他還知道 沒有 還在雜誌有在看 對 有觀眾他已經有臉書有粉絲了 你懂嗎 所以就變成一種像連續劇一樣 就變成一種煽情的一種東西 本來是在罪跟無罪的甜品上的東西 所以變成投入太多的情緒跟人性 不過六國豪因為他的年齡是 18歲以上 還30年很重很重啊 是很重很重的心情 沒錯 那現在改判多少 15年 沒有 現在還是30年了 但是這封信出來之後 就開始很多的聲音 有人認為說 甚至還 你如果去Google他這個 一系列的新聞 下面的網友很有趣耶 他說 既然他文筆這麼好 我們如果這樣子毀掉一個 這樣好文筆的青年 應該嗎 我說我聽到這個 就像老師講的嘛 這個已經不 大家沒有人在忘記他殺人了 已經沒有忘記對跟錯了 大家只是開始注入 哇這個文筆真好 如果放他出來 是不是可以寫更多的 不過他真正在法庭上 有表達悔改嗎 有對案情都有一五一十交代嗎 沒有啊 他槍枝也沒有講 到底誰指使他 現在不講清楚 你知道 這是 剛剛老師講的 網友們跟外面的人都 啊張 國豪真的是一個有為的青年 文筆這麼好 但是你知道法官跟警察 他惡性不改 叫他叫個槍枝那種 一副那種 我不知道 你要怎麼樣 我不曉得 你知道這兩邊的嘴臉 是連不起來的 你看那個信 如果那個浮出來的廖國豪 好像是一個天真浪漫的年輕人 寫著說我怎麼多麼的毀過 多麼的後悔那把槍殺了多少人 然後我是喝醉了 我這場訴醉也太久了 可是在警察那個臉 他看到了這個廖國豪 敢不像你講的 沒有喔 他寫喔 那種不求付出 默默幫助別人所帶給我的快樂 就像噴泉不斷地從心裡湧出 當我離開監鎖的那一天起 我也要用我的雙手和我的智慧 去幫助那些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 即使是一丁點的小忙 我也不會吏息 因為我也曾經接受你們的幫助 那就把案情交代好 警察看到這一段喝水 也如噴泉的一般的湧出 這個 我跟你說 這個跟我們鳳姐剛才說 法官呢 是那個做裁判 阿蘇師兄 律師是教練 所以有很多是教練教 你怎麼打招球 打招球 打招球 如果是一個裁判 那一個球員 那另外就打假球 他那意思可以做 無作真真真章 我已經做股神經痛了 做股神經痛 先進廣告再讓他講吧 不是 我先講 18歲以下 他不能判死刑或無期推死 所以他只能判30年最高 有期反應最高 我一定要稍微再… 但是他可以提早講釋出來 所以他順便便出來了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對啊 你給我們法律的知識 我這種股神經痛了 真的痛啊 真的那個口令嘛 夠了